主料,鲜虾100克,鸡蛋2个,补料,起早餐包2个,生菜,葱花,盐,糖,胡椒粉,香油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0-20分钟,用餐人数,1-2人,鲜虾剧壳,剧削鲜,洗净,用厨房制充分擦干水分,撒入少许盐,用手充分抓揉至销身光亮这样做,可以使销肉大Q。 锅中油烧热后,将虾倒入,快速划炒至7-8成熟,取出加入蛋液中,油内容,将蛋液打散,在虾蛋液中加入切碎的葱花,加入适量盐,少许糖,少许胡椒粉和香油,打匀,加热锅里的底油刚刚炒过虾的油,将蛋液倒入,小火两面煎熟成蛋饼,参观横切成片,加入蛋饼和生菜, 挤入沙拉酱,即可,烹饪技巧,参包之前,放进烤箱,150度不需预热烤3-5分钟,即可让口感温热松软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订阅本频道。